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祢将这声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屑心 直到我们 感见呼吸 神的百姓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阿们 我无助的时候 你给我力量 我害怕的时候 你紧紧抱住我 但我觉得 我不信 你告诉我 可以 你就是 那最爱我的主 请弟兄来唱 我无助的时候 你给我力量 我害怕的时候 你紧紧抱住我 但我觉得 我不信 你告诉我 我可以 你就是 那最爱我的主 让我们一起再从头来说 我无助的时候 我无助的时候 你给我力量 我害怕的时候 你紧紧抱住我 但我觉得 我不信 你告诉我 可以 你就是 那最爱我的主 我紧紧抓住你 我永远不放手 我看到你独身子 为我紧紧 为我侵蚀在身夹上 我紧紧抓住你 我永远不放手 是你医治了我 是你从未离开过我 好不好 我们花一段时间 我们来思想 来默想 这位爱我们的上帝 从过去到如今 如何用他的爱陪伴我们 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他向我们显明他的钢墙 而上帝今天看我们 是他自己圣洁 宝贵的器皿 是他荣耀的工作 他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主 谢谢你这样子的看待我们 主啊 我们更说在我们无时无刻 主 你帮助孩子更深的与你连结 主 帮助孩子更深的立定心智 说主 我要跟随你 我要敬拜你 我要仰望你 我要紧紧的抓住你 主啊 我们甚至不是我们能够抓住你 但主啊 帮助我们的心智 说主 我要来到你面前 我无处的时候 你给我力量 我害怕的时候 你紧紧抱住我 但我觉得我不行 你告诉我可以 你就是那最爱我的主 主啊 我们敬拜你 我紧紧抓住你 我永远不放手 我看到你独身子 为我定死在十架上 我紧紧抓住你 我永远不放手 我紧紧抓住你 我永远不放手 我看到你独身子 为我定死在十架上 我紧紧抓住你 我永远不放手 是你离止了我 是你从未离开过我 然后再一次我们用我们的心灵的诚实 来跟神说 主是的 主我们不只是我们过去的时候 我们乃是在未来的时候 无论我无助 无论我害怕 主你都会是我的依靠 是我的力量 主我们再一次的来宣告 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的家人 来说 我无助的时候 你给我力量 我害怕的时候 你紧紧抱住我 当我觉得我不信 你告诉我可以 你就是那最爱我的主 我紧紧抓住你 我永远不放手 我敢将你独身子 为我定死在十架上 我紧紧抓住你 我永远不放手 是你医治了我 是你从未离开过我 我紧紧抓住你 哈利利亚 让我们说 我紧紧抓住你 我永远不放手 我看到你独身子 为我定死在十架上 我紧紧抓住你 我永远不放手 我永远不放手 是你医治了我 是你从未离开过我 我再一次说 我紧紧地抓住你 主啊 我紧紧抓住你 主啊 我来抓住你的话语 我来抓住你的生命 我看到你独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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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架上 我紧紧抓住你 我永远不放手 祝你的爱医治了我的生命 是你医治了我 是你从未离开我 主 我谢谢你 主啊 我赞美你 主啊 若是我们现在 在这个此时此刻 主啊 我们仍然里面 心中有一些的惧怕 一些的害怕 一切的恐惧 一些的无助 但主 你与我们同在 主 你与我们同在 你用你的平安 用你的圣灵包围了我们 主 我向你献上感谢 我再一次把我自己 一切的软弱 都交在主你的手中 主 求你的爱来医治我 求你的爱来释放我 主啊 求你的爱来环抱我 主 求你大难的手 来触摸我 触摸我那个惧怕的心 触摸我那个容易跌倒的心 孩子在你面前说 主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 主 我说我过去虽然是软弱的 但主 我们看见圣经中的 许多的人靠着主 你自己的信心和恩典 站立起来 主 我们说帮助我们 也像他们一样 靠着你站立起来 主 谢谢你赏赐给我们 保罗的信心 主 我谢谢你赏赐给我们 像迦勒的信心 主 谢谢你赏赐给我们 像耶稣亚的信心 我站立在你面前 主 我说我要紧紧的跟随你 孩子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紧紧的抓住主 永远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条路 感谢上帝因为主的宝贝 从来没有缩短 在上帝面前 他从来没有缩短 说回他的宝贝不帮助我们的 因为他是独行歧视的神 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应当是坦然无惧的 来到他施恩宝座的前面 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 我们就一起宣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宣告的时候 我们相信 我们宣告我们是蒙福的 我们宣告我们是得连续的 我们是蒙恩惠的 我们宣告 我们是有福的一群人 我们宣告 我们在神的面前 要得到天上来的祝福 我们宣告 我们宣告 出远蒙福 入远蒙福 我们宣告 我们在神的面前 神把天上的窗户打开 倾倒在我们身上 同声开口 一起来祷告 主要要到我们的 宣告 喜深的灵抱 每个礼两个ciplinary 者是我们在 大是坚虎 守合抒在球 自己的故意 大家甚至爱 我们 magnetic 主要帮我 姿多 dang 祝你自己 祝你生日向你 祝你生日向我的爱 祝你生日向我的爱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Hallelujah 谢谢耶稣 一起祷告 再一次地把你教会 交在主的面前 要奉主的名宣告 你的教会中间 你所服侍 所聚会的教会 在上帝的手上 是多么的爱神的话语 是渴慕神话语 遵行神话语的教会 我们也祷告主 奉主的名宣告 我们所在的教会 要充满了神奇发生 医病感鬼的恩典充满我们 那传福音带来的果效 充满我们 主把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教会 同声开口 一起来祷告 Hallelujah 耶稣 谢谢祢 赞美 祝我向你卸上感谢 祝你师父 让我们的教会 义并感慰不得的教会 祝我让我们的教会 充满得下的能力 祝我让我们的教会 充满在教会的能力 祝我爱的教会 全能的爱的爱 祝我让我们的感谢 耶稣 谢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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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给尊敬的爱 由神迹及时发生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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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得救的人 来到你之前 天天加给教会 谢谢耶稣 谢谢主 我们在里面前 向你仰望 向你呼求 Hallelujah 赞美耶稣 我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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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不是贫穷的 我们祷告 祷告 教会是富足的 在奉献上富足的 在各样的事工上面 是富足的 是不缺乏的 所以我们祷告上帝 要更多的弟兄姐妹 在教会中间 能够参与十一奉献 更多的弟兄姐妹 被神的灵所感动了 他们乐意的奉献 乐意的摆上 同声开口 一起祝福 一起祷告 祷告 耶稣的圣 一起祷告 奉耶稣的名宣告 让我们所在的教会 是充满了宣教的 异象的教会 充满了宣教 是被拆败出去的教会 充满了渴慕宣教的教会 无论是在国内的 国外的 在主面前祷告 让教会成为一个 给出去的教会 是能够侍奉这个世代 带给这个世代影响 带给世界希望的教会 同声开口一起祷告 祝我借神的赞美 阿玛与 谢谢主赞美 你一向的生命 我就不要去 主啊 感谢你 主啊 我感谢你 谢谢耶稣的家 谢谢耶稣的教会 阿玛与 祝我我们也相信 神的同志 传êt人的教会 祝我我们也相信 阿玛与 祝我我们也相信 阿玛与 耶稣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主 主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主在地上设立了你的教会 也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可以因着祷告 来建造教会 来服侍教会 主啊 谢谢你 巴不得在我们中间 看见教会充满了神机奇事 在教会中充满了 圣灵的大能和工作 赞美耶稣 谢谢主 主 我们相信 我们所祷告的你 在正在垂听 你也要成就这一切美好的事情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主 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生命中间 有时候会有很多 快乐的事情发生 当然有时候会有很多 不快乐的事情发生 常常在主人面前 我们要勇敢地面对生命中间 困难所带来的压力 我们看一段经文 在诗篇的91篇的第14节到第16节 让我们知道如何地来面对 在困难中间 所带给我们生命的压力 我们如何能够面对它 诗篇的第91篇 第14节到第16节 14节到第16节 神的话告诉我们说 那是诗人所写下来的诗篇 神说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极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哇 上帝把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 放在我们心里面 因为主并没有告诉我们说 在世上完全不会有苦难 主在那边却告诉我们说 他在极难中 若在极难中 我们在极难中 原来我们有在极难中的时刻 神要搭救我们 神为什么要搭救我们 因为我们在困难中间 在失败的里面 在死亡的里面 所以主要来搭救我们 感谢主一个人如何勇敢地面对 在生命中间 困难所带给我们强大的压力 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 鼓励大家在主的面前 因着神的话语 我们相信困难有结束的一天 第一个要做的 你要相信困难总有结束的一天 主不永远把困难加在你身上 主不永远把困难加在你身上 但是我们却是天天背起十字架 这个有差别的 这个有差别的 天天背十字架 不一定代表 你一定活在困难的里面 那是生命老我的对付 那是生命炼尽的时刻 可是困难 有时候是外加的 有时候 这困难让你觉得 不晓得如何去面对才好 然后我们却在主的面前 相信困难有结束的一天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主会给你一个非常美好的恩典 什么恩典呢 会让你的心境好过一点 让你心里面的感受 会知道说 原来困难有结束的一天 我不永久在困难中间 因为主对我是美好的 因为主的恩典 主的美意本事如此 就知道困难不会永远 一直让我们在压力的里面 主可以救我们脱离 主可以带领我们走出来 让我们的心境中间 可以不断不断地被改变 有时候我们不能够 在困难的压力中间 能够走出来 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 撒旦也把一个欺骗 放在我们里面 觉得好像我们人生中间 就这么困难下去了 好像一山又比一山高 好像无法想象 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感受 不可以想象 有没有 没有办法想象 这个峰回路转的这个情况 没有办法想象 总觉得我们会一直 活在困难的里面 无论是婚姻也好 工作也好 一直在挫败的里面 就觉得 好像这困难尾随着你 好像祝福都不能够 跟随着你 不 弟兄姐妹 神的百姓 神要把祝福 充满在我们身上 祂要把有福的确据 放在我们的里面 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所以感谢主 你要相信 困难有结束的一天 困难真有结束的一天 你要相信 祂不会永远在困难的里面 你不会永远 活在困难的里面 因为困难 有它结束的一天 第二方面 你如何去面对 生命中间困难 所带给你的压力 很重要第二方面 你要用爱神 和爱人的心态 来面对这些困难 如果你怨天尤人 这困难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压力是无比的沉重 是无比的沉重 当你没有办法去爱人的时候 那困难会显得更加的艰难 更何况 如果你不能够爱神的时候 那困难就好像 你自己要去解决 那个压力好像 你自己要去承担 感谢上帝 当我们用爱神 和爱人的心态 来面对的时候 神会帮助你一件事情 祂会让你的情绪安稳一些 在压力的里面 神会帮助你的情绪 慢慢地稳定下来 慢慢地安稳下来 所以耶稣说 住了吧 静了吧 主告诉我们 在困难患难中间 主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爱神的时候 就知道 主啊 那美意本是如此 当你依靠神 爱神的时候 就知道 主啊 少壮狮子 还缺食人恶 但经为耶和华 依靠神的人 一样好处都不缺 当你依靠神的时候 你说 原来众山围绕 围绕耶路撒冷 我们在神的面前 也是这样不动摇的 当你依靠神的时候 原来 住在至高的移密处 必住在全能者的 翅膀的印象 哇 当你爱神的时候 主就不断不断地 保护你 主就不断不断地 与你同在 在压力的里面 你发现 原来一步一步 都是主的恩典 一步一步 都能够走得出来 你的情绪 会安稳下来 你的情绪会安稳下来 你会平静安稳 再一次地重新得力 你会平静安稳 尤其就可以忍耐 等候了 在困难的压力中间 让我们用爱神 和爱人的心态 来面对 感谢主 第三方面 一个人如何能够 勇敢地面对 生命的困难中 所带的压力 第三个 你要祷告 并且相信神的同在 如中经文说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求告是什么呢 就是祷告呼求 祷告 再祷告 祷告 祷告 再祷告 没有别的秘诀 就是祷告 就是仰望 就是呼求 在主的面前 并且相信神的同在 主说他在疾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与谁同在呢 与他祷告 呼求神的同在 可能困难 不会立即离开 可能困难 会有一点时间 也可能困难 会立刻离开 我不知道 然而神却 按着他的时刻表 来成就这个事情 是因为我们一 借着祷告 相信神的同在 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神迹将会 不断不断地出现 你会看见 神迹其实 出现在你周围 你勇敢地面对 生命中间困难的时刻 当你借着祷告 并相信神同在的时候 神迹就会出现了 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 神迹就会出现了 在我周围 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常常在困难中间 他们在主的面前 就借着祷告 并且相信 神与他们同在 神迹就出现了 神迹就发生了 过了没凸子 就发现 哎呀 原来这是神迹 哇 原来神迹其实 就这样子的 活化在我们的中间 感谢主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神迹面前 成为一个 求告他的人 让我们在神迹面前 就像师哥说的 紧紧抓住他 紧紧地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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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英国首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德军 在轰炸英伦三岛的时候 他透过广播电台 那时候伦敦被轰炸 透过广播电台 他就说 让我们一起伸出手来 抓住那天上的手吧 他就说 让我们伸出手来 他呼吁全英国的百姓 在一堆废墟中间 在轰炸的里面 伸出手来 抓住那在天上 帮助我们的神的手 这是丘吉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非常艰困的时候 他所说的一句 非常重要的 鼓励全英国百姓的话 但同时 今天在我们当中 如果你的困难中间 不断不断发现 压力越来越多 祷告 相信神的同在 祷告 相信神的神迹会发生 祷告 坚持 祷告 坚持 祷告 坚持 一个月 坚持 一个月 一年 坚持 十年 坚持 感谢主 主必让我们看见 神迹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阿们 感谢神 神带领我们 第四方面 一个人如何能够勇敢地面对 他生命中间困难所带给他的压力呢 他如何能够解决呢 认真地找手去解决困难的根源 我们不单单祷告求告神 我们找到困难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认真地去解决它 如果你说 主啊 我没有工作 我很大的困难 家里面没有饭吃了 弟兄姐妹 你不能就在家里面祷告而已 你要认真地祷告之后 你说主 你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主就打发你出去找工作啊 就去找 一边找一边祷告 一边找一边祷告 仰望神 神让你去解决困难的根源是什么 到底这困难从哪里来的 这困难带给我是怎么来的 找到的根源 去解决它 去处理它 去面对它 你这样子呢 将会感受到压力减轻很多 很多时候压力没有减轻 是因为我们不想面对它 我们就放任它 就让困难的压力 一直不断对我们的咆哮 一直威胁我们 于是呢 魔鬼撒旦就来使用这个压力 对你施压 心中就觉得很苦闷 于是就开始怀疑神 主你在吗 主啊 你是真的与我同在吗 弟兄姐妹 在主的面前 如何勇敢地面对 就去面对 认真的面对它 处理这个困难 让这个局势 全部被扭转出来 借着祷告 借着宣告 借着你的行动 来认真的去解决 这个困难中间 所带来的根源 你会发现压力的 在你里面的感受上 会非常非常地减省 压力就会减轻 非常非常地多 最后一方面 一个人如何能够 勇敢地面对 在压力中间 所带来困难 带来的压力呢 你必须要练习 多和一些积极 乐观 正面的人 相处在一起 跟他分享 听他分享 谁是那积极的人呢 谁是那乐观的人呢 是谁是跟与神 同在 同行的人呢 谁是与圣灵 同共的人呢 赶快靠近他 听听他 听听他 我们教会在建立的开始 没有几年的时间 在建立的过程中间 有困难吗 当然是有困难的 有瓶颈吗 也有瓶颈 也有瓶颈 怎么办呢 就跟那些 比如我们教会 建造的更加的 健康茁壮的 这些牧者们 我就常常希望 跟他们相处在一起 我就听听他们 在讲什么东西 他们如何能够 突破这个难关 如何突破这个困境 听完之后 心中得到很大的安慰 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 原来大家都需要 面对这个突破 可是呢 他有一个正面的眼光 正面的言语 积极的眼光 来看待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帮助了我 就帮助了我 好 教会又成长 到了一个程度 又平静了 我们又有困难了 怎么办呢 再去找那些 比你更胜过困境困难的 再更成长的 教会的牧者 跟他谈话 跟他相处 跟他认识 向他请教 他就告诉你 他如何走过这一段 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 你的困难 别人也经历过 找谁谈话呢 找那些正面的 面对困难的人 找那些积极 乐观的人 跟他谈话 感谢上帝 跟这样的人相处的时候 你会发现 惊讶地发现 原来困难 其实并不是那么严重 你突然发现 困难其实就变小了 原来它不是那么困难 原来还好 很多姐妹们 生第一胎的时候 都不晓得该怎么洗澡才好 帮这个小孩 不知道怎么洗澡 很紧张 看见心情要怎么办 怎么办 交给先生 先生又把孩子交回来 交来交去交来去 孩子弄了半天 没有洗澡 很紧张很紧张 后来发现 怎么样子突破呢 找一个 已经生过孩子的姐妹 也帮孩子洗澡的 来示范给她看 然后告诉她 她当初也是这样 她心中就得释放了 哦 不困难 感谢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相信 困难中间的压力是多的 然而 我们却靠着 耶稣基督的能力 我们可以得胜 而且是得胜有余 我们就同声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在上帝名前 凭着信心宣告 我们相信困难 不是永远在我们身上的 我们要宣告 用爱神和爱人的心 一起来面对这些困难 同声开口 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耶稣基督的信心来宣告 只要并且真实的相信 耶稣基督的困难 不是永远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耶稣基督的困难 虽然你能够胜 在坚困难中间 你带了我们的生命 哈利路亚 耶稣基督的信心 也相信我们的困难 我们必定的信心 祝你这些 欢迎耶稣基督 让我们对你有信心 让我们可以学习 哈利路亚 主啊是的 主啊我们在生活当中 在家庭上 在工作上 我们常会遇到困难的时候 但主啊 因为主你帮助我们 坚定我们的心 让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苦难 总有结束的一天 主啊你不会一直将这样的苦难 持续放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是能够更加地去爱你 让我们更加地是能够去爱人 去面对这一切的事 主啊当我们去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主啊我们相信 你已经将我们的心 已经赐下了平安 放在我们里面 主啊让我们能够勇于坦然 去面对这一切的困难 主啊我们真是向一向感谢 愿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 坚定我们的心 谢谢主 Amen一起祷告 让我们成为祷告求告的人 让我们在这边 相信神必定带领我们 走过这一个压力的时期 同神开口一起祷告 哈利路亚 对啊耶稣 感谢你 谢谢主 主啊让我们胜过这个困难 耶稣让我们胜过这个压力 再次让我们得胜 还要再得胜 耶稣相信你 求告的人 祷告的人 相信神的同在没有改变 而神的同在帮助我祝货 耶稣让我们认真地去面对他 谢谢耶稣积极地面对 乐观地面对 感谢耶稣谢谢主 是的主我赞美你 我感谢你主啊 我们再次地说 主啊我们要跟那一切的一个 消极负面主啊说再见 主啊我们要来仰望 那个最大的神 主啊我们要来仰望 那个总有办法的神 主啊我们要来仰望 那个赏赐给我们智慧 来解决问题的上帝 主啊谢谢你 给我们一个祷告 给我们一个呼求仰望的心 还是感谢赞美你 阿们 谢谢耶稣带领我们走过 生命中间所有困难 带来的压力 主让我们勇敢地面对 因为神是我们的神 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静静紧抓住你 我永远不放手 我看到你独身子 为我定死在十加上 我静静抓住你 我永远不放手 是你已治疗我 是你从未离开过 我永远不放手 今晚我也有 有对不同意加密